据美国媒体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沙特在今年早些时候曾私下暗示 如果七国集团决定没收俄罗斯近300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 沙特可能会抛售其持有的部分欧洲债券 消息人士称这是一种隐晦的威胁 在今年6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 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以俄罗斯被冻结的2600多亿美元资产 所产生的收益作为抵押 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